嗨 我們好久不見的跑照小姐姐 今天又被我登到了 太好了 我們大概請跑照小姐姐 姐姐啦 對 姐姐在 這可以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好 請姐姐來跟我們講說 就是一個建築物從零到完工 它中間必須要經過哪一些歷程 我們請它簡單複雜的幫我們分享一下 好 我們上一次 上一次講到基本的那個 我們要先申報開工 然後開工之後 基礎的鋼筋綁好 綁好我們就要申報基礎勘驗 再來到主結構屋價好了 我們要報一樓頂版的勘驗 那到現在 你看現在的 現在的這個階段 它外牆就是已經都好了 主結構都起來了 我們就可以準備去申報門牌 對 然後門牌的工作時間 大概是一個禮拜 對 完成之後 連外觀整個都好了 我們就可以送食用紙照 上 到什麼程度的時候可以申請食照呢 就是你外牆 磁磚 如果你有設計師 要貼磁磚 你磁磚都要貼好 或者是你有刷油漆 就是要看你的圖面上的表示 或者是你表示1-3水泥粉光 你就是一定要做到那個階段 包括裡面 就是你要符合你圖面上寫的 寫的那個設計的東西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送食用紙照 對 就這麼簡單耶 講起來很簡單喔 講起來好簡單喔 講起來好簡單喔 是有點複雜的 那我聽見老師有稍微講說 食用紙照必須要有兩個月的時間 是真的嗎 是的 因為一般那是文件齊全之下 因為我們一開始準備 我們會先送食用紙照 送完之後公主會排定時間來看現場 對 一般公主排的時間 大概會在兩個禮拜以後 或者是快一點一個禮拜 對 然後 當他聊完現場之後 如果現場有問題 或者是文件不齊全 我們還要準備 然後準備完之後 再送回去讓他審查 那審查時間 我們就不曉得了 所以我們會抓長 一點點的時間到兩個月 就是這樣 那 我們可以去觀說嗎 觀說喔 那個真的要看承辦喔 有的承辦不知這一套 你越來講 我就越跟你放著 這是實在話喔 所以我們還是照規矩 然後跟承辦拜託一下就好了 好 懂了懂了 所以很多人都會跟店員師講說 你要去走後門啊 你要去打好官家 你要去塞 塞 塞什麼 哈哈 其實以前也許管用 可是現在啊 其實是很多人都只是為了吃一 混一口飯吃而已 並不會看你那個多少錢 所以其實不需要 是不是 公所或者是 縣市政府啊 到什麼樣的程度 他都要來看 是這個樣子嗎 好像不是 姊姊說通常都是監罩要來負責這個責任 監罩是誰呢 監罩就是建築師 對 其實建築師在工地上 他佔的責任是會比較重一些些 他要去掌控現場工地的一些 師做的那個 對 當然工地主任也很重要 對 就是這樣 那建築師不是普遍都很忙嗎 對 他怎麼有辦法來 擔任每一個案場的監罩呢 這個 你問到我 這個有點要問建築師 因為他監罩的過程 可能他會排定一個時間 固定去巡視哪一些工地 可能我今天就排梅山線的 我就跑這邊 不過今天我是跑嘉義線的 我就跑這邊 對 他會固定的路線這樣子 好 官方說法 笑到我了 好好 這樣剪掉好了 剪掉剪掉 建築師 聽說 這是不能說的秘密喔 我從那個自立自建的公社上 都看到許多人講到一個問題 他說 他從蓋房子的過程之間 都沒看過建築師來過工地耶 哪有什麼監罩的責任 關於這一點 你有什麼要平反的嗎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因為我不想要講的很現實 但是你又不希望我講得很官方 所以我折衷一下就我的立場說明好了 所謂建築師的監罩責任就是 在每一次報勘驗的過程中 比如說 跑道小姐要去報 組成的鋼筋勘驗的時候 那建築師就必須到場去看看 這個工地是不是暗土施工 這是所謂的重點監罩 但是 實際上如果以公共工程的部分來講 他的付的設計費跟監罩費是 有夠那個額度可以讓建築師 花多一點時間去現場監罩 所以通常公共工程的部分 建築師當然會花比較多的時間跟心力 去為他的設計案做多一點的責任的付出 所以言下之語就是 假設是這種住宅的話 是沒有收監罩費嗎 我們應該這樣想 在設計費或者設計監罩費 是依舊是個人去收費的一個市場機制 但是就法令上 就是有法定監罩人這個義務 這樣聽得懂嗎 聽不懂 我再解釋清楚一點嗎 就是有法定責任 但是業主很難付到這個監罩 實質監罩的這些酬勞的費用 說到這樣 我有錢啊 我付給你啊 可以啊 有人就是願意付那些錢 請建築師去建造 但是你付多少錢 建築師願不願意去做這件事 那就是兩照雙方要去協調車重 我舉一個標準好了 公共工程的設計建造費 基本上大概就是8.5%以上 開始算嘛 那一般的設計費 一般的私人所謂的設計建造費 它可能是法定造價的 比如說7%或者8% 那兩者相差的那個 實際的設計費差8到10倍啊 那你看看8到10倍 一般業主有辦法付到那個程度嗎 因為看我們的影片的人 他不會理解那個幾%幾%的基準點在哪裡 你可不可以就一個自立自建 通常都蓋60坪的基準點 如果公共工程跟私人住宅 它的價差到底多少 設計建造的部分 法定造價現在齁 如果以鄉下的法定造價 一坪大概趨近於2萬塊 2萬塊的法定造價 可是市價應該在14萬左右 所以2萬跟14萬大概差7倍 所以用同樣的設計的 這%數去算大概也是差7倍 所以如果公共工程蓋60坪的話 它是多少錢總共 差不多要 如果算8%好了 然後14萬 一坪 一坪算15萬 然後60坪就是900萬 900萬乘以8% 98 72 就是70幾萬的設計建造費 那如果是像你這個地區的設計建造費 依你們目前為止都收多少呢 大概10萬到20萬左右 好廉價喔 所以啊 所以你只能抽空或者重點去建造啊 好 那這樣我要延續講接下來這個話題囉 聽說啊 你們就是會有這種問題嘛 所以好像那個結構技師就希望說 這部分應該由他們去建造 關於這一點你覺得 如果換他們來建造的話 他們每天都會去建造嗎 我覺得這個我剛剛的話題已經講過了 有錢就有人會去建造 沒有錢就沒有人會去建造 那一樣 所以一般像土木技師或者結構技師 他們爭取的也是公共工程那一塊的 建造權能夠釋放 他絕對不會去要求你私人的案子的建造權釋放出來 因為私人的案子不會給你額外的建造費啊 那扣這個就要要死 那不是這麼說 理論上是這樣 好好好 我會不會害你那個沒頭肉 我從今以後可以不要露臉嗎 不行啊 欸 過了這一次之後你就可以去參加那個什麼什麼秀了 欸 現在有什麼夜夜秀 說出來啊 賀龍輝夜夜秀 哈哈哈 拜拜 拜拜 我在自地之間這條路上隱約的理解許多事喔 雖然說錢就最感情 但是了解的行李沒人要做啊 你說是吧 也難怪啊 接自地自建小案的建築師 隱約都被業界以一種憐憫的眼光光照著喔 哈哈哈 哎呀 人家都要麻煩一次了 幹嘛不要去做建案一次幹大的啊 一樣辛苦的時間與責任 幹嘛不要去背公共工程的責任啊 真的要對建造師好一點 尤其是幫你自地自建的建造師 我跟你說 有錢真的很難打動這種事 要很有錢才能打得動 說實在的 慢慢了解建築這個行業 也終於知道 為什麼每個建築師都那麼優雅而含蓄 原來是哥哥心裡苦 但是哥哥不說啊 很多時候 背負的是最大的責任 卻又常常被冠上 藝術人必須有的框架 嘖嘖嘖嘖 難怪放眼這當大官的歷史上 沒有一個是建築背景出身的啦 扯太遠了啦